嗨,欢迎收看公民丁的第四支影片,我是佳豪 那介绍完生活中常见的犯罪之后 我们要进入另一大类网路犯罪 大家现在的生活除了学校之外 最多的时间应该就是在网路上面吧 但是你在网路上的言行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触犯了法律 那在网路上最常见的犯罪类型有 侵害智慧财产权,妨害电脑使用 过度联恩自由三大类型 那我们就从侵害智慧财产权开始吧 所谓的智慧财产权分为 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种 著作权就是某个人写文章、写歌、作词、创作之后 他对于这些作品的使用权利 比如说一些书上面会写 版权所有、翻译必咒 这个就是属于著作权的范围 而专利权则是发明了某种东西之后 跟政府申请 你就会有这项发明的专利权 那么商标则是我们平常看到 比如说Nike的GoGo、埃迪达的三叶草、 iPhone的苹果等等 如果你今天把这些标志 标在你自己生产的东西上面 让人家以为是那一间公司的产品 这个就是侵害了别人的商标权哦 那我们平常在网络上面 大家最容易亲爱到别人的 就是著作权 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在 KKBOX或是iTunes上面听音乐 那其实它是一个合法的付费平台 如果你在它指令上面的装置听的话 因为这些创作者是可以分享到这些利润的 那这个就是属于合法的范围 不过就算你有付月费 可是却把它重置或录下来给你的同学听 甚至公开给别人下载 这就会亲爱到别人的著作圈 或是啊 网络上有很多免费下载的小说 但事实上它却有同时在数点买 你在网络上下载这一台录名的小说 看完之后 你就不太可能会去书店买同一本书了 很明显的这种行为 就会让那个作者一直受到损失 这就是侵害的著作权法咯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小事 不可能被抓 像之前在台南城大的宿舍里面 就有一群大学生 他们可能想法就跟你们一样 想说 反正大家会这样做 我也来这样做吧 结果就被警方突袭检查 然后一堆人被起诉 他们因为省了这些钱 结果让自己留下不好的记录 这样应该非常横不来吧 那下一个是 防害电脑使用罪 这个罪里面包括 骇客 比如说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 输入一些指令 然后控制别人的电脑 或是窃取别人电脑里面的资料 这个就被称为骇客 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才能的话 你赶快去加入政府 他们非常需要你的聪明才智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这样做的话 是会被抓起来咯 所以不可以这样做 或者说你是 盗别人账号 用别人名义在 在Feed上面贴文 或是把人家的装备啊卡片 全部找到自己的账号里面去 这也是属于 防害电脑使用罪的范围 或者是你有可能下载一些 不是官方提供的程式 那我们就会说这是开外挂 这个也是防害电脑使用罪哦 那还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把别人的卡片删攻光 或是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 砍到别人的账号 这些同样也是会触犯 防害电脑使用罪 最后一个是过度的言论自由 这个就是说呢 不要以为每天在网路上面乱说话 没人管得到你 要告觉得是可以把你告死死的 或是说现在很常看到别人做错了什么事 就把他联名代谢的放在网路上 还提供联络资讯 让别人受到网友审判 这其实已经侵犯到别人的隐私了 或是你在FBA的动态打了一篇干一满满的文 幻想到 诶 这好像会犯法 你就把当事人的名字用XXX代替 可是事实上 别人还是可以合理推进你在讲谁 这时候你就很有可能会触犯了 公然侮辱罪 或是诽谤罪咯 咚咚 诶 大家可能会好奇这样子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诽谤罪是你有讲出某个具体事件 才会构成诽谤罪 而公然侮辱 则是没有讲出某个具体事件 举个例来说好了 举例哦 我只是举例 我没有叫你们这样讲哦 诶 我真的警告过你 不要乱学哦 假设说啦 你要骂一个人 说 诶 你这个贱人 Brenny有没有办法证明他真的是贱人 只要他觉得他受到侮辱了 他就可以告你公然侮辱 但是如果你骂他贱人 然后还找了一对他是贱人的证据 比如说 啊算了不要举例好 超尴尬的 这个就属于诽谤罪 不过总之 你在网路上啊 或是现实生活中里面乱骂人 就是有可能触犯 公然侮辱罪 和诽谤罪哦 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要记得再回去复习一遍哦 下一次呢 我会跟大家介绍 犯的罪该怎么办 以及其他和我们相关的法律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